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歡迎回來我們的魔靈小教室第13堂科 好那我現在爬到這個82層了 我看到有留言有人說就是好像卡了 好像卡了 90層 那我現在看到這一關我就知道為什麼卡90層了 因為 這個代表說90層的這個 BOSS應該是光榜沒錯 這個真的蠻難打的如果他在 以新手來講他在普塔90層確實還蠻難打的 那 我覺得我會需要一個免疫角跟一個降攻角 其實最好的選擇我會放我可能會想要選這個 火格的二次覺醒火格二次覺醒之後 這個他的這個特攻跟這個強風 特攻的打的體趴會變多然後他這個強風就是他三技 會多了一個降攻所以這個 火格如果把二次覺醒之後會變得很好用可是 礙於時間的關係我先選擇另外一個角色 我來 換一下東西 不是這裡 我先來把這個 光仙女女王弄出來好了 50美硬幣 古老硬幣 然後換這個光仙女女王 我還沒拿出來 這裡 這裡 這裡有很多材料 有沒有 來光仙女女王 那這樣子之後我應該就可以 我不確定90層我到底過不過了我覺得 就是機率問題我花一點時間應該是可以過 不過可能會蠻 可能要從從事好幾次就是 倒是真的 對那來 我幹嘛 對對對我來召喚我的光仙女女王 然後 我要把他練滿 光仙女女王 順便 我順便把這個 光卡烏格的技能稍微吃一下 我打了好幾隻 這個他技能吃起來也會 也是蠻好用的啦 應該說 會讓他的一技二技更 更好用 對 上狀態的機率會變高 然後CD會減少 好 那我們的光仙女女王 我現在稍微練一下光仙女女王 OK 因為 看起來沒有免疫角的話我打 光方 反擊 反擊官應該會有 會遇到很大的困擾 對那我先來練 光仙女女王 好那 然後啊我把那個 火精靈的這些材料 練好了 接下來我就把我要把火精靈給合成出來了 那接下來我就如果火精靈合完之後 我就只剩下火吸血鬼是我的 呃這個賬號的 要合成的目標就只剩下火吸血鬼了 好 我們現在把火精靈合成出來吧 打打打打 廉價的配音 啊 我火精靈之後呢 接下來 我們現在 我就先來把火精靈給練起來 然後 呃 他的精髓 484有點不夠啊 等一下 欸沒關係我去農一下精髓喔 這個 看起來我看一下喔 這個看起來 我這裡要20 這個要20顆嘛 所以我有55顆 我有5顆 我需要2顆火最高精髓 好 然後 就是重點是他這個技能 他這個3技 是群攻 而且會上毒 所以我把我給他裝了 絕望之後 這個角色就會 可以控又可以上毒 我覺得會蠻好用的 就是我一開始 我原本的賬號一開始在爬塔的時候 的這個 呃 爬塔角色 對 那除了光仙女女王以外 我就把 我就也來把這個火精靈 給練起來喔 那我爬到這個 87層了喔 那我看到留言有人說他卡在87層 所以我就特別來打一下87層 就順便經過路下來看看喔 看87層到底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卡 那基本上我這隊就是 火精先出手 然後 就 一路毒到底就對了 完全不用考慮這什麼 那看一下喔 像這樣子的話我就不會先 我就不會先 要不要放無敵 好放一下無敵好了啦 又動了 可惜 然後 有3 那因為那個 水魔劍有3技可以吸攻條 然後 他的1技又可以退攻條 所以他的3接1是一個很好的 控場技能 好啦快過快過了 我覺得好像不會很難 我不知道啦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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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錯了 我錯了先不要 先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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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左邊兩隻條 我想像喔 這樣子好了 這一隻 好 好 左邊左邊 吸攻條 水魔劍 其實我現在發現 水魔劍 配這個吸血之後 他的那個補量其實還蠻高的 是我預料之外的高 真的 真的是我預料之外的高 幾乎 他如果殘血 只要3技 或是 3技打下去 就幾乎都可以回滿了 他比我想像中的 回血量會高很多 好啦 讀下去 好沒關係 可不可以暈到 有暈到賺 這個暈得不錯喔 這個我不一定要放挑釁 我想一下 要不要放 還是放好了 還是放好了 這樣子 然後 現在我 光功夫妞跟水功夫妞 我現在會打水功夫妞 為什麼 因為他有破防 這樣他可以 可以早點把他擊殺掉 好 然後他有破防我就集中打他 讓他 有機會可以讓他早點蹲出 現在 水功夫妞的攻條最少 所以 我先不管 我的一技先不要打在他身上 我打在 攻條最多的應該是火功夫妞 沒中 好衰喔 等一下喔 這樣子 危險有點危險 現在有點危險喔 換一下喔 這樣 可以撐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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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我的光派 好吧還是死了 沒辦法沒辦法 欸 等一下等一下我翻了我翻了 應該是翻了啦 我應該是翻了 不過這感覺就是我多打幾次就會過 就會過關 好啦我再打一次喔 我覺得再打一次應該就過關了 這感覺沒有特別難 白色喔我剛才點到了 不過 剛好暈到那個 我剛才為了按錄影然後點到 就是我光派點到攻擊沒有按到挑釁 不過他攻擊因為 我的這個火精靈跟那個 安依剛好把中間三隻都暈到 留下 暗功夫妞跟水功夫妞 還沒有暈到 就我剛才不曾光派點到攻擊 如果剛剛 沒有暈到暗功夫妞這一下的話 他的三技打下來我可能會 很慘喔 那如果只有 如果只有那個水功夫妞的話 其實就比較好 就就還好 我就我就還空得住 一隻我空得住啊 三隻可能就空不住了 挑釁 好然後 放這個 欸等等等等我忘記了 對齁 還有這個 呃有一點點微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弓條 暗功夫妞比較危險 因為屬性的問題 好 好 好沒問題沒問題 嘿 唉唷唉唷不要 不要亂拉不要亂拉撐住 撐住啊 暈個暈個暈個 退個條退個條退個條 退個條好 暈個暈個 撐住撐住撐住 欸中間這招小心 好 然後現在 我看一下喔 這個弓條 這樣吧 誰啊 還是 暗功夫妞好了 然後 光光夫妞 撐住 蛤 好像可以可以可以應該可以 撐得住吧 我覺得應該撐得住喔 退條 退條 喔好過了啦過了 欸欸欸欸 欸 小微不要不要亂動 不要亂動 你各位啊不要亂動我跟你講喔 呃 這個地方我剛才選擇退火功夫妞 原因是因為 我剛才打 瘋功夫妞我認為 退到條的機會不高 那我就留給這個 光卡烏格來退 好啦過了過了過了 這真的過了真的過了 有沒有 剩下 其他都會被毒死了 剩下瘋功夫妞而已 我集中打他就好了 其實霸西城好像也還好 他主要是 那個 風 就是他的 功夫妞的1接2如果有小狀態的話 會把我的這個 坦克職業給 踢到有點危險而已 而且他1技會破防 好啦第88層喔 空到底就對了 有上毒之後 因為 在 就是 890層這邊啊 我的傷害 就是 水魔劍的傷害 逐漸 慢慢不夠了 所以我開始就 走 走 這個 上毒流了 OK OK 基本上 這關也可以穩穩的過了 其實就只要注意啦 你去判斷 你的哪些角色 可以降攻條 對面哪一隻角色 會最先動 單純用這樣的判斷依據 你就可以知道說 你現在 就是要打哪一隻 才能 呃 你才能讓自己的通關率變高 其實就只是掌握一個原則 就是 對面動的越少 你的獲勝率越高 就這麼簡單 對 好啦 過了 接下來89關 好 我不知道打了幾次喔 這一次看起來 應該 可以過了嗎 過 拜託 拜託讓我過 右邊那隻會死了 我現在要毒 左邊那隻會死 我現在要毒右邊這隻 欸好 他掛了 可是 來這樣子 然後補血 上毒上毒 可以 好 喔贏了贏了 應該是贏了 應該是贏了 好 那我們來挑戰90層囉 我究竟能不能過 就看這一次囉 來 這人打的一關 來 GO 我要換嗎 我閃一下喔 我們先來看一下喔 就是 官方其實是一直都是 白塔裡面比較難打的一個 一層啦 那 尤其是 他改版之後啊 這個 他的瘋喉啊 光 這什麼光雪倫都改版過 他都是 現在都是反擊很煩的角色喔 所以 恩 我們現在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直接打王 一種是先把 左右都清掉 恩 我們的控場能力 我不是很確定 我可不可以把左右都 通通控住 好啦不管 直接上看看 GO 其實在打的過程應該就可以 唉唷 我慘了吧 打到為什麼了嗎 這個要運氣 這真的要運氣 痛痛痛痛 不要亂來 不要亂來 好不好 全部打我這隻就好了 應該還是可以 這應該還好啦 但是就是 我現在擔心的是王關 然後前面其實又不好打 不知道可不可以一次過 希望可以 但我覺得可能 不要爆太多的 期望會比較好 好 先送一隻走 撐住撐住 撐住撐住 好 我直接先對自己放無敵喔 暈個暈個 翻了 再來一次 我覺得我會打很久喔 等我 一定過得了啦 只是真的要運氣 就是要 要暈到對 然後 才能過第一關 然後過完第一關就算了 我們還要挑戰王關 然後我的火精靈 的這個技能又還沒吃滿 他的CD又會特別久 好啦 我先自己想辦法破到那邊喔 好啦 我覺得 好啦 我覺得 中間 中間荒廢了 兩天 然後 到現在 今天是 剛好 今天是第15天吧 我記得 就是我開這個賬號 第15還是第16天我看一下喔 第16天 扣掉荒廢了兩天 只有14天的時間 其實 有一點點感 看起來 如果再早一點開 我覺得就可以破 就可以破這個月普塔了 很可惜 雖然我 我這邊還有10個小時左右 不過 我差不多該睡了 然後 我早上再起來稍微 農一下 符文 但我覺得 我剛才打起來 感覺的差距就是 我應該 這個月是不足以 突破 光邦在90樓的 對 這點比較 尷尬喔 那 我希望 我 我現在只希望 下一個月的光邦 在 他會在困塔 我只希望他不要在 70層以上 他如果在70層以上 我就真的會很難受很難受 但如果他在70層以下的話 如果他在50或60層的話 我覺得 下個月的 白塔我應該 我應該就可以過關了啦 普百 下個月我一定可以過嘛 應該說 更新過後的 我一定 我一定可以過 因為就是 對 大家也看得出來 就只差一點點的 那我 我還有15天的時間喔 我要破普百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但 我 困擺 我盡量達到 但 其實啦 只要能達到 王關就是 100樓 我認為都沒有問題 但 沒電了 但 難的地方會是在 困塔的70層以上的 的地方 會是我 的 會是我最 最有可能卡住的地方 那 我們就試試看好不好 我就盡量 然後 我 我還 也就是我大概還有 15 14 15天的時間 可以來弄這些符文嘛 所以我就 但這中間 我也會好好把這個符文弄起來 然後把這些 魔靈的技能啊 吃滿 就是這種三星可以吃的技能 都先吃滿 然後 四星角的話應該就只有這個火精靈的三技我要 三技跟二技我要把它 把它點滿 然後五星角就是 暗一嘛 我們就只 我們只用暗一 跟光派我們不會用其他的五星角了 喔還有他 頂多用到他嘛 不過他就是 前面自動刷官用的 那後面就 比較少用他了 對 這樣子 那我認為我可能會很難過 困擺 普擺 就是這個月的 這次更新的普擺我應該 過不了了 這有點可惜喔 這裡有一張光暗卷 那沒關係我們就下個月在 我們就等更新之後我再衝到90層喔 如果中間沒有遇到特別特別困難的關卡的話 我就會一路衝到90層這樣子 然後就繼續把 普擺就直接破完 那我先來稍微弄一下符文 那我們的魔靈小教室就上課到這個地方 下課囉 大家拜拜